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臺灣好所在 我是王志玉 今天呢節目當中 我們跟大家來聊一聊時事的問題 跟房地產市場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牽動性 我們來看到最近臺北市場的選舉 那麼兩位候選人 我們看到柯文哲 看到連勝文 不約而同都說 這個房地產的政策很重要 他們要蓋社會住宅 那麼特別是連勝文 直接聚焦說 我們可以把一兵牽走 這個地方呢 就來蓋社會住宅 只是大家聽完了之後 就想說蓋社會住宅 聽起來是不錯 但是你要蓋在一兵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點 覺得心裡頭毛毛的 今天好好帶大家來聊一聊 這個一兵如果真的牽走 這個地方蓋 那牽去哪裡呢 對於整個大臺北地區的 房地產房價 會不會做什麼樣的影響 今天帶大家來深入探討 好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這個左邊第一位 介紹的是我們的風水巨星 張維中 張老師你好 主持人來賓大家好 好 再來介紹的是住商不動產 親人士主任徐家欣 小田欣你好 嗨 小玉好 大家好 還要介紹的呢 就是我們自身媒體人張永華 永華哥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連勝文 他主張的要把一兵牽 我們來看看 我們幫大家做了一張示意圖 我們來看看他的一個這個住宅政策 好 我們看一兵在這個地方 一兵的旁邊就是行天宮 其實他就是在民權東路這個地方 他的對面還有榮興花園 只是呢大家就很好奇說 你把這個一兵牽走 好 那牽走了之後 在這個地方蓋社會住宅 一來因為他旁邊還有松山機場 所以有限高的問題 你有辦法蓋很高嗎 那廉政營就講了說 沒問題 我們可以來修改一下法令 好 那如果修改了法令之後 這個地方蓋起來 又出現一個問題 大家趕住嗎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永華哥 永華哥他說把這個地方牽走 你的意見怎麼樣 其實可以牽 但是你要從行天宮到松山機場 你要做一個很完整的都市計畫 你不能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其實臺灣有很多的地方 根本都是目的見 那我舉例西門町是個亂杖鋼 他現在的繁華 第二個臺灣的總統府 臺北賓館外交部 全部都蓋在別人家的池塘上面 是放棺果的地方 對 現在總統府下方 自己本身都還有一個目的 截至目前為止到現在都沒遷移 是周百鏈家族的 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你說總統府的下面 現在還有目的 對 現在還有目的 所以我們的總統都是在人家 目的上面辦的 對 對 還有我們現在看來來 來來跟星光獅子林 東西本院市 東西本院市是過去關政治犯 還有像包含執行槍決的地方 這一些都是變成了什麼飯店 對 那現在還有一個地方 各位仔細去看到六張禮 在崇德街 崇德街 富陽街 臥龍街 三角地帶的富陽公園 叫做崇德公園或者是富陽公園 那個地方 那個上方 那個上方就是一個亂杖鋼 是當年槍斃政治犯的地方 可是他現在臥龍街旁邊 全部都蓋高樓 是 那從這個角度看 就是說無論是柯P也好 無論是連勝文也好 你說你要簽一兵 你有沒有很完整的都市計畫 就是說這塊地方 你究竟要蓋住宅 你還是要蓋公務部門 是不是就是說你順帶的 你也把總統府也給簽掉 還有更重要 一兵那個地方 他當年旁邊又有一個 行天公是尊奉 關聖地軍 還有一個 我們不要忽略的松山機場 這兩個地方是政協用的 為什麼叫做政協用的 各位去看松山機場 從高空的鳥看圖看 是日本的國花 叫做櫻花Sakura 那旁邊又有關公 關聖地軍在那邊 就是兩邊都有鎮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你要蓋國民住宅 那你去問問詹老師 是他們這種人 因為臺灣的鷹地 他通常他蓋起來 不是蓋百貨公司 就是蓋飯店 然後就是蓋那個住宅 通常不蓋住宅 詹老師 對啊 就是像是這樣 剛剛講了 其實在臺北市 就是我們要認真去查 就很多在這個很早很早 以前都是鷹地 墓地 像什麼信義區也說 什麼飯店本來那個地方 洗飲場什麼的 真的有人在蓋住宅 在這種地上嗎 還是通常會蓋一些關崖 或蓋一些那種公共場所 對 像有華這種專業的人 在問我 開玩笑 有華是好朋友 基本上就是說這種地 基本上一個概念 中國人說十年風水輪流轉 叫匹吉泰來 福地也會變成我們拜王之地 那麼拜王之地也會轉為福地 重點在於一個 就是說只要是拿刀的地方 都比較不怕這種的 我們所說的殷儀館 或是我們說的 拿刀的地方 對 軍刀 醫刀 法刀 牙門 醫院 或是剪頭髮的 或鐵器的 或寺廟之類的都有可能 重點在於說 這個地方 即使一兵牽走之後 這個地方敢住與否 因為它本身不是公墓 所以沒有所謂的靈的問題存在 但是真正能夠爭執 能夠賺錢的 而不是這一塊地方的 而是它周遭的這個房子 所以現在如果大家有花 我們有錢錢的話 一起去買那邊附近的房子 因為附近的房子 大門看出去 窗外看出去 都是棺材或哀嚎聲 或是靈堂之類的 其實如果前面改成公園 或改成國民處宅的話 那周遭的房子 看出去的窗外跟門外的景 是轉敗為勝的一個大興旺 而真正會漲價的 而不是裡面這一塊 那既定的財團 或是我們說利益的勾結 或是公共設施 我們是碰不到那個利潤的 而是周遭的房子 反而會有個大興旺的空間 對 所以張老師的意思是 現在的旁邊的一個房價 因為一兵在那 所以反而它起不來 那如果一兵移走的話 你覺得會漲的反而是周遭 當然是周遭 那個中間那塊 我們是碰不到的 我們像我們這種 像我們這種比較屬於平民的 沒有很多錢的 中間那塊是碰不到的 知道吧 該有的利益都被分光了 如果你想以利益角度來看的話 房地產投資的話 是周遭那個地方 對 房價的部分 我先請教一下 甜心 甜心讓我們看 它真的是一兵的周遭的房價 真的有因為一兵在那邊 受到一些壓抑 其實影響蠻大的 因為事實上以這個統計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五年的一個房價來說 如果說是一兵周邊的話 對 它其實範圍上面稍微比較寬一點的 大概跟整個中山區 差不多會差一成左右 差到一成這樣 但是如果說 它樓下是做禮儀公司的 那那種的話 大概房價的部分 可能只有三 就是公寓的部分大概三十萬到四十萬左右 那大樓的部分的話 一般都不會超過四十五萬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然大家如果說住在那個附近來說的話 其實會覺得 當然會覺得有一點怕怕的 因為我小時候就住在那附近 真的 那你小時候住起來有在怕嗎 其實小時候不會怕 你有一點受驚嚇的感覺嗎 沒有 那受驚收完了 我都有去行天空 對 然後 你一兵收驚然後行天空收驚就對了 沒有 是一兵被驚嚇 然後行天空收驚 所以其實我們小時候 一條龍的服務 對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是在那邊 就是住在那附近 然後因為我們家不是經營這種所謂的 就是禮儀相關的一個產業 那我們有些同學 他們就會經營禮儀相關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我們住在我們的學校 學區在那個榮興花園 後面的一個國小 然後我們那時候回家的時候 就會先經過榮興花園 再經過冰銀館 然後我們以前就會做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比如說就是今天猜拳 然後最輸的那個人 就要走冰館裡面 然後從裡面回家 走裡面回家 然後如果說你不敢走的話 大家就罵你膽小鬼 所以其實就是 那只是說住在那裡的話 大概確實我印象中 印象比較深 大概會有幾個困擾 第一個困擾就是說 冰銀館它會有一個氣味 那這個氣味的話 可能是火馬鈴 對 這一類的一個氣味 確實是不舒服 然後第二個來說的話 因為這幾年 台北市它其實是有在管制的 早些年其實台北市對冰葬 這種出病的這種行列 是沒有管制的 所以我們大概到禮拜天的早上的時候 會非常吵 因為它有一些送葬的一個隊伍來說 它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一個噪音 那另外來說的話 如果說它是一個出病的好日子 周邊一定會塞車 所以這個大概都是 你會常常聽到笑你白情嗎 以前真的常常會 但是我知道現在的話 他們都有管制 所以其實再加上台北市 現在比較不流行這一套 所以其實他們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上面來說 沒有像過去而言那麼的嚴重 我覺得市長要競選 有個滿好的政見可以建議他 不一定要牽走一兵 在一兵的周遭 種一些高高的樹 那麼噪音不會外傳 我陰煞 衛煞跟我們的行煞都看不到 那麼也是一個美化我們勢容 那麼對周遭的居民也是開窗不見棺材之類的一個規劃設計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 同時我聽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 住在附近的居民 一個懷胎兩個月的少婦 出門的時候不小心看到一個嬰兒的臨車走出來 嚇到之後馬上送醫院急救 竟然是所謂的流產 流產的過程當中耳朵仿佛聽到一個小孩在喊說 我沒有畸形 我沒有畸形 我不要走 我不要走 這個整個就流掉了 回去之後他整個住家裡面 只要晚上的燈一關 就會有莫名的走道 書房 客廳或是都會有鈴聲 燈一開就沒有了 他覺得毛骨悚然你知道嗎 什麼鈴聲好可怕 而且他後來也生了兩個小孩子 可是在看電視的時候 仿佛背後有個小孩在看他對他哭 他自己告訴我的 然後更可怕的是 小孩子在玩的時候 明明兩個人對不對 竟然有三個對話的現象 譬如說我們兩個講話對不對 然後他跟我講說你怎麼樣 你要不要這樣子這種對話 非常恐怖 所以就流掉那個保障 流掉那個一直都不肯離開他 後來他又懷了第三個 從此這些事情都不再發生了 也就是那個小孩在夢中說 我總算來了 才結束這個 這麼可怕 不是 其實一兵可以簽 但是林勝文跟柯文哲 你不妨做公教住宅 所謂的公教住宅的話 你把台北市精華地段的一些公教人員 像好比說 那我這邊我舉個例 你好比說信義區的所謂的員工宿舍 跟信義路上面的員工宿舍 你就簽到公教住宅 那你蓋那個公教住宅嘛 先讓公務員住嘛 先讓公務員住不是更好嗎 住住看 第二個 你還要簽到山豬窟 抱歉 那一壺的垃圾山弄完了 是一個公園 然後這一些東西都簽完了 現在幾乎都是變成公園 你很少人說 我把這個東西我簽到你山豬窟 然後這個是一個垃圾的墳場 你再把它變成一個人的墳場 這個就風水上面來講的話 也那個不太好 那更重要的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做一個集合式駐產 你松山機場的問題 你一定要那個處理嘛 那松山機場到底要不要簽 這一些都是涉及到一些所謂的都市計畫 就我請柯P也好 請連勝文也好 你們去翻翻地方制 當日本是決定西門町開發 他把千百句的五股絲骸 通通都牽走了以後 他做一個什麼樣的都市計畫 然後那個地方為什麼設總統府 就是整都府 然後為什麼台北賓館 還有爾後的外交部 除了這個以外 那旁邊的公務機關的衙門也非常的多 是日本人有一個整體的想法以後 他再去改建那個地方 而不是像你們頭痛一痛腳痛一跳 好比說那你牽走以後 讓那個地方房價上來 那請問牽走完了 集合住宅蓋了以後 連勝文跟柯P要不要住 他們不會住嗎 那你叫公務員住住看嘛 等他們適應了以後 那你再交給老百姓都可以嘛 或者土足不賣嘛 我很好奇 那個地方就是真的要蓋這種人住的住宅 老師這會有問題嗎 雖然你說那是殯儀館 那其實只是一個來去的地方 不是真的藏在那裡 但是大家心裡頭會聽得毛毛 你叫我住 我覺得好像 我也是很怕阿飄的人對不對 其實 到底行不行啊 其實只要有凝聚人氣的話 那麼自然這些鬼氣 就一換則三 所以很多人住的話就好了 當然啦 今天車水馬龍 然後這個燈籠高掛 有沒有 每天這個喧嘩聲音 人潮 車潮 前潮 所以即使是住人的也可以 阿飄也不想跟我們碰撞 他也會閃得比較好 那像有花哥建議的工人去住 像之前這個我自己 新房子在自己處的時候 就有建議我說 你去找一個官員 然後官員就感覺好像是這個比較 當官的 拿硬的 對 他來你家坐一坐好像就不錯 那是不是公務人員先來住住看 那個也有正一下的一個感覺 公務員就是官 就官嘛 官就帶硬 這些人都帶硬 然後阿飄就怕硬 了解這意思吧 所以這個有相互相一個威嚇的作用在 所以有花哥建議很好 公務人員先去住一住 然後我們一般人在住 感覺比較安心 不過另外一個問題想請教甜心 像這一回我們看到了這個 袁聖文的建議是這個地方 蓋社會住宅 然後他說有一些特定的人士 要租給他們住 像弱勢族群啊 像是獨居的老人啊 像是比較弱勢的部分 那可是就有人擔心說 好啦 那你牽走一個一兵 會不會又來了一個感覺 比較龍蛇雜處 社會階層比較低的人在這個地方 然後大家就覺得那個地方也很亂 會不會也影響到房子 不過其實我們這樣說 社會住宅 事實上你在世界各國來說的話 他都一定會有一定比重的一個設置 只是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我們覺得 台灣的社會住宅好像貧民庫 是因為我們管理沒有做好 那我們如果說管理有做好的話 其實社會住宅 他大概會有兩個主要的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是要混居 就是說其實你不能夠全部裡面 都是一些什麼老弱婦孺啊 那你可能必須要住一些 比如說年輕人啦 或者是說可能有一些中產階級啦 你混居在這個社區裡面 讓很多人不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一個專為這個所謂的一個弱勢族群 所貼所住的一個區 那裡面的人就不會被貼標籤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其實以社會住宅這個狀況 像市中心這麼精華的土地 其實根本不應該賣斷 因為你賣斷就沒有了 所以像有話哥剛剛提的 就是說你可能做出租 那你做出租一陣子的一個時間來說的話 你可能住在這個裡面 你可以有一個流通的一個狀況 像我們那天我們就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就在說其實以像現在的一個 所謂社會住宅的一個情形 因為其實以前國宅 也是社會住宅的一種 但是國宅賣斷了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了像是 中股市場交易的一環 我們說像是台北市幾個 很有很知名的國宅 比如說像是成功國宅 它當初推出來一瓶才六萬塊錢 現在一瓶要六十萬 所以如果說你像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你把它做一個賣斷的話 其實你對於解決住宅壓力來說 一點用處都沒有 反而就是說如果說你這塊地 真的空下來了 我們的建議就是說你做出租 那你可能住在裡面 也許兩年三年 那也許你自己有辦法 可以去買其他的房子的時候 就搬出去再把這個空間 給其他人來去做利用 這可能會是比較理想的 所以就是純用出租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可能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辦法嘛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我們看到了 這個不管連聲文或柯P 建議要這個牽走一兵 這個地方要做什麼樣的利用呢 那一兵如果真的牽走了 像我們現在看到連聲文 他的想法是說 那牽去南港的山豬窟 但是馬上這個山豬窟附近的居民 又講了 好不容易垃圾山牽走 你現在給我牽來一個一兵 他們也是很不開心啊 那牽到了一個這個垃圾場 本來的一個地方去 那這些真的是要送走 他們希望好好安息的人 對他們這個最後這一里路的風雪來講 又如何呢 我們休息一下忙回來 當初在垃圾山的時候 大概可能一瓶還不到十萬塊錢 光是守齡照都嚇到 住北幾天都嚇人這樣子 那常心住那邊的話 那個精神壓力是可怕的 賓館它雖然是一個鹹物設施 但它不至於拉低 整個行政區的一個房價 而且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二賓它事實上也是在大安全 於是